欢迎回来近天新闻报 接着带您看到 心理资讯于27号举办第三届TPI Day的趋势论坛 攜手台北医疗联盟以及企业级开源解决方案领导厂商输舍 以永续开源人工智慧为主轴 引领国内的企业智慧应对ESG浪潮 以创新科技驱动数位转型 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 更助力企业迈向智慧未来 而近天新闻报也特别邀请心理资讯的总经理叶宜兰 与大家一同分享数位转型以及未来发展 带您一同了解 心理资讯每年都会举办TPI Day 我们邀请各领域的专家来分享薪资 同时让大家认识我们心理资讯的软体服务 今年2024我们是由心理主办 并且由北一盟SUSA来负责一共同协办 而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针对全球带来的疫情跟变化 而企业要如何在快速的环境变迁中 保持韧性使其更具成长更具灵活性 因此我们以三大面向来做一个讨论 ESG AI以及开源软体 希望透过这三个面向的结合 可以带给企业更强大的一个力量 以及能够驱动企业的创新 心理累积了20年的软体开发经验 我们抓住了市场的发展趋势 预先提供了全方位的产品服务 例如资安Security 人工智慧AI 数位转型DigiFusion 以及ESG永续发展 我们主要是针对2B的各大企业 且我们的市场是在全球 这是大多数的台湾软体同业无法做到的 针对企业的转型所需 我们应用到日常的生活服务 例如国泰智能客服阿发 高铁仪式物管理 以及长根阿波 还有北市府的网络申办服务等等 因为我们深耕金融的科技 因此我们的产品在企业使用的同时 不仅不用担心不符合规范 同时也能有完整的轨迹追踪 凭借我们在金融业的丰富经验 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符合国际化的 金融数位解决方案 例如API服务管理平台DigiRunner 能够无缝接轨的整合不同的系统 帮助医疗机构快速的实现数位转型 同时借鉴着金融业的成功模式 我们能够为医疗机构提供如 AI、智能客服、化妆制、数位身份验证 以及轨迹追踪跟创新等技术 提升病患的就医体验 并且确保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合规性 AI确实是辅助企业推动创新的重要引擎 深层式AI横空出世 客户对我们的询问度也提高很多 在企业应用的过程中 防放AI幻觉及资料外泄的风险 都需要专业的技术来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防盾 我们未来也会朝这个方向来协助企业 好好用而不是直接用 总而言之 未来的竞争将决定于 谁能够好好的应用这个AI来创造价值 并且保持竞争的优势 我们发展了ESG Swift系列的两个产品 第一个是Elexi Swift AI建筑的节能系统 透过独家的AI节能技术 不限制新旧的建筑 我们可以优化能源的使用效率 另外我们提供了Screen Swift 碳盘查管理系统 以数据为核心 利用数据可视化建立数据 搜集以及分析的平台 我们整合了外部顾问 以及第三方的查证团队 透过LLM深度学习 之后生成了企业所所所要的 专属的温盘报告书 我们利用了数位化的技术 来优化能源使用效率 帮助企业实现了低碳运营 达到永续经营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将数位转型 与永续发展结合的方向 未来我们将因应市场的变化 持续推出解决企业痛点的自有产品 我们已经在全球布局将产品推向了云端的市场 透过经销商我们拓大了我们的海外客户 同时深耕国内的其他产业领域 希望透过我们的创新技术 帮助更多企业实现数位化的转型 让心力资讯能够在全球的舞台上帮助更多的企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转换焦点带您看到田企资讯 中央气象署指出 目前台湾上空云量偏少 但中国华南沿海一带仍有低压的残存 所以金门、马祖地区云量较多 偶尔也会有降雨的情况 而今天、明天各地多云稻情 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震雨发生的几率 而到周末水气减少 降雨的范围也会缩小 但下周二、三、水气也会再增加 午后也会有各地的短暂雷震雨需要多加留意 台湾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形 在台湾未来一周 在金明两天 可能在午后雷震雨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 各地都要注意很会有午后降雨的情形 比较明显举估大雨的一个区域 大致上还是偏向在山区 近山区的一个平地这一带 预估到了周末到下周一 就是31号到9月2号这段时间 预估在台湾整体的水气是有减少的趋势 尤其是在北部地区 大概都是以多云道寝为主 那不过在中南部还有其他山区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那不过预估整体的雨量跟金明两天相比 也会有减少的趋势 那接着到了9月3号、4号 可能在水气上面会有再度比较增加的一个情形 那所以在山区近山区平地的一个午后雷震雨范围 可能会再广一些 在雨量上可能也会有机会再多一点的情形 那至于在气温方面呢 其实由于没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低压系统在影响台湾 所以整体的一个气温还是会比较偏高 各地的高温普遍还是可以来到33至35度左右 那预估在今天大台北地区 还有像是北台东这一带 可能也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 另外就是在中南部较近山区的平地 华东重湖也有可能来到35-36度左右 那最后提醒大家 其实在最近的气温上预估还是比较偏高的 普遍在33到35度左右 所以在中午前后出门的话 要记得做好仿晒多补充水分 另外在中午过后还是要注意午后雷震雨的情形 尤其在今天、明天 整体上来说午后雷震雨的范围可能会比较广一点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至于山山台风的部分 其实目前台阴正在影响日本的天气 而且可能持续的时间 影响你的时间可能会有四、五天左右 所以如果是要前往日本的话 可能要留意航班的资讯 或是最新的台风动态 那另外在周四、周五就是今明两天 可能夜晚清晨 金门、马祖还是有局部物的情形 另外在今明两天 基隆北海岸还有宜花这一带 可能也会有一些部分场浪发生的情况 那前往上述的海域也要留意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 以上是今天的静天新闻报 我是主播陈志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時aki记ite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